你想买个老公吗 在这个世界 老公就像商品一样 可以在超市随意挑选 如果不满意 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伍 美姐和丈夫已经结婚37年 她终于受够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个丈夫已经年老色衰 而且在家好吃懒做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每天就坐在电视机前 看些无聊的狗血泡沫剧 她带丈夫参加画展 别人的老公都陪在身边 只有她的丈夫 一直坐在沙发上吃零食 丝毫不在意她的感受 郁闷的美姐找到老闺蜜们喝下午茶 倾诉心中的烦恼 她已经受够了丈夫 想要过回单身生活 姐妹们并不当回事 这种话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 美姐表示自己这次是认真的 其中一个人建议 如果你还能找到当初购物的收据 就可以去超市无理由退伍 老姐妹的话让美姐陷入沉思 夜晚丈夫酣声如雷 美姐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爬起身来到杂物间翻箱倒柜 终于真的找到了37年前的收据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超市退伍 接下来丈夫会被带走 进行年龄 质量 历史 相关技能等测试 最终给出合适的价格评估 然后会进行必要的外形修整 重新包装好外观再上架 为了表示歉意 超市为她重新挑选了一个年轻的丈夫 新丈夫非常体贴 会陪她看枯燥的新闻 躺在她怀里撒娇 还主动找话题聊天 迎合妻子的喜好 美姐想画画 她就自告奋勇做模特 对美姐高超的绘画水平赞不绝口 如果是之前的丈夫肯定会实话实说 美姐觉得小鲜肉太虚伪 再次选择退伙 这些男人都是被欺贴无理由 退回超市的二手促销产品 只要商品出现问题都可以带来退伙 美姐一连换了两个丈夫 老拉肉太无趣 小鲜肉又太黏人 这次她换了个美版刘根红 男人带着她一起运动 让美姐觉得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不光带她一起练 还动员老姐妹妹一起做运动 这样的日子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吃饭时他们出现了分歧 美姐喜欢吃的食物 男人却嫌弃热量太高 想要好身材必须借掉碳水 还暗示美姐该减肥了 就这样健身男也被退伙 美姐来到超市找丈夫吐槽 为什么每个老公都不靠谱 丈夫劝她想开一点 美姐反过来笑话她 你不也没卖出去 回到家美姐决定出去旅游 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 却看见邻居开着车回来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正是被她退货的丈夫 美姐趴在窗边偷看被抓了个正着 邻居得意地上前炫耀 说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还好美姐把她退掉了 自己才捡到漏子 邻居的话让美姐心里很不适自卫 于是收拾了丈夫的旧衣服 以此为借口上门 她边说话边心不在焉地往里看 没想到邻居说不需要了 因为她已经给丈夫买了新衣服 这些就衣服可以扔掉了 说完就关上门送客 美姐每天都忍不住偷看邻居 两个人一起在花园烤肉 气氛融洽有说有笑 也让美姐粗意大法 要知道这37年来 丈夫从没对自己这么好过 女人环顾四周准备偷东西 商场的这个区域是专门卖老公的 她甚至嚣张到让商品自己上车 男人居然老实照做 仍有女人将自己偷走 只是担心没有收拒 下次退货没法退货 原来自从退掉丈夫后 美姐的生活一团糟 出门没有人开车 她只能学着自己开 结果笨手笨脚 还不小心撞到了邻居 下午她想去道歉 顺便看看丈夫 结果刚开门 就看见男人温柔的搀扶妻子下车 夜晚甚至主动做起家务 照顾行动不便的妻子 美姐每天都不受控制的偷看邻居生活 终于她受够了 关上窗户开始独居生活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睡醒了就看电视 没了丈夫家里简直一团糟 这天她出门采购 却发现丈夫又一次出现在售货区 原来她再一次被退货了 邻居新鲜感过去 又买了个新丈夫 因为已经被退货两次 她现在是跳楼价34元 夫妻俩难得坐下来心平气和聊天 美姐也问出了一直以来的疑惑 为什么丈夫对邻居这么体贴 一改往日的懒惰 主动承担家务 却从不愿为自己改变 丈夫表示其实并不是 刚结婚的时候 她什么都想帮妻子做 但是总会被美姐否定 认为她什么都做不好 把她贬低得一文不值 这也让丈夫渐渐失去信心 不愿再去做任何多余的事 美姐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身上也有问题 她从未对丈夫的付出表示过肯定 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甚至还会嫌弃她做得不够好 没有满足自己的预期 婚姻有时候不是靠一个人维系的 而是要双方一起 但是退货的商品不能二次购买 于是美姐决定偷走丈夫 男人配合地坐进购物车 两人相识一笑逃离超市 产房里众人忙于庆祝孩子的新生 没人留意到产妇已经开始大出血 女人再三向医生呼救 可对方头也不抬 表示这是正常反应 丈夫光顾着看儿子 完全忽视了病床上的妻子 直到检测心率的仪器 开始发出阵阵警报声 众人这才发现 产妇大出血已经生命垂危 于是手忙脚乱拨通急救电话 好在女人命大 在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 但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她就要回去上班 女人名叫艾米 是个职场女强人 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 丈夫则是个全职奶爸 负责在家看娃 临出门前大女儿任性地要妈妈陪 不准艾米去上班 但是她不上班 哪来的钱养活一大家子人 勉强安抚好女儿 她收拾好东西去上班 回到公司的第一天 她才发现一切大变样 曾经的下属一跃成为竞争者 合伙人对她赞不绝口 男人们面带嘲讽地劝艾米 女人就该在家专心带孩子 身为公司唯一的女领导 她在职场上饱受歧视 忙完工作她来不及午休 想要找个地方蹦奶 办公室的玻璃是透明的 她只能躲进狭小的杂物间 一边蹦奶一边看着孩子的照片 作为妈妈 她感到非常自责 因为自己不能陪在孩子身边 身旁是机器运作的声音 每隔两小时她就要重复一次 虽然很累 但为了家庭 艾米别无选择 收拾东西时 她突然发现 自己胸口上有一个奇怪的牙印 但是自己完全没有印象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女人身上出现不明咬痕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 以为只是普通的过敏 可是咬痕很快蔓延至全身 甚至开始溃烂流膿 医生始终无法找到病因 一切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天蹦奶时 她发现胸口有一道牙印 晚上下班回家 和丈夫讨论起不明咬痕 一开始以为是带状泡疹 但是又不太想 后面怀疑是喂奶的时候 小宝宝小心心咬的 但是她完全没有感觉 丈夫显然没有放在心上 只顾着睡觉 不想和妻子谈论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 艾米被剧烈的疼痛惊醒 发现大腿上又多出一道咬痕 这让她非常疑惑 上班时都有些心不在焉 公司安排她和同事出差 晚上几个人喝了点酒 从酒店的大床上醒来 艾米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是牙印 她不得不戴上围巾掩盖伤口 但当她回到家 脸上恐怖的咬痕 还是吓到了女儿 一向亲近她的女儿 甚至拒绝了妈妈的拥抱 艾米解开围巾 脖子上的伤口已经溃烂发炎 丈夫以为这是她自己弄的 担心会有传染性 艾米赶紧来到浴室消毒 脱下衣服才发现大腿上 肚子上也都是可怕的咬痕 丈夫建议她去看看医生 但艾米不想耽误工作 第二天顶着一脸伤继续上班 电梯里的人投来一样的眼光 公司里的同事也被吓到了 合伙人表示要给艾米放长假 让下属接替她的职务 艾米不能理解公司的决策 男下属忍不住出言讽刺 认为至少自己的脸能出去见人 而不像现在的艾米 仿佛一个可怕的怪物 就在三人争得不可开交时 艾米突然痛苦地捂住左手 女人伤口里长出一颗牙齿 农业不停往外流 她活生生将异物扣了出来 看着手中带血的牙齿 下一秒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在医院 但是身边没有医生 也没有家人 艾米疑惑地走出病房 一个护士诡异地告诉她 你不该出现在这里 你要去的地方在前面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下 艾米往前走去 经过一个房间时 灯光突然亮起 她刚停下脚步 就听到一个声音 你不应该在这里 于是她继续向前 灯光随着脚步亮起 面前的门自动打开 仿佛指引着她前进 身后的灯一盏盏熄灭 她来到了一个会议室 座位上的女人都和她一样 脸上身上布满咬痕 为首的女人温柔引导她 讲出自己的故事 艾米坐在中间的凳子上 终于想明白咬痕是什么了 重返职场的她 面对家庭 孩子和工作 无法做到维持平衡 在职场上 哺乳妻妈妈的身份 给她带来无尽的歧视 在家庭里她同样不被认可 大女儿渴望妈妈的陪伴 但她总是早出晚归 加班到深夜 老公作为全职奶爸 要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习做饭接送上学 承担了繁重的家务 同样丈夫的付出 得不到妻子的认同 她内心埋怨妻子的不理解 而刚出生的小宝宝 每天哭着想要妈妈的怀抱 这些负面情绪压在艾米身上 最终变成一个个咬痕 慢慢啃食着艾米的身体 故事的最后 丈夫来到医院看望妻子 艾米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肯定了丈夫一直以来 对这个家做出的付出 丈夫也吐露心声 认为自己不该埋怨妻子 神奇的一幕出现 艾米脸上的咬痕渐渐消退